五十個一晚? 現在自己看到小寶瘦了 腳眼以下見了骨 不要再是小寶了 寶姐 因為我是從零開始 你覺得你的體重嗎? 不是的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住情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就在內地多一段日子 做直播 美食直播 美食直播 你覺得這個經驗怎樣? 不容易做的 是不是? 這個你看過也很簡單 我覺得是 很難的一件事 其實我經過裡面的挫敗很大 挫敗? 你曾經遇過什麼挫敗? 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九月六號上去 記得啊 去年的九月六號 我隔離我到我第一次做直播 我去到韓州好像是九月二十七八 由九月二十七八 去到十月二十七八 這一個月 因為我是從零開始 我整個月 你覺得你的體重嗎? 不是的 我很真情地說 做直播的經驗 做直播的經驗裡面是從零開始 零開始 其實每個人都覺得應該可以 很不可以 什麼不可以? 賣不出 賣不出 沒有人看 沒有人賣你的東西 哦 那接著去到 更傷心 是去到零十一 那段時間 叫我停播兩個星期 不要賣服 叫我去學習一下 OK 接著去到 我已經覺得 人生沒什麼希望的了 看來又要再回來香港 找些東西撈一下 真的忽然之間的十二月 個人不知道怎樣 各方面開竅了 還是怎樣 開始就有一個成績 我很記得十二月十一號那一天 我做了三十七萬五 嗯 其實現在平時做直播要 我七點到凌晨兩點 哇 即是早了整七個小時 其實這一個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而且口是不停的 還要講和吃 你想一下你晚上七點到凌晨兩點 你在做直播 你做完直播你還要開會 接著還要去找 之後你要 下一次的東西 你回到家早上六點 哇 你睡到十二點你都真的要起來了 你出門頭連化妝 到公司兩點 那你又要拍一下鬥 那些短視頻 起碼兩個小時 過兩個小時 四點鐘你要對品 即是對那一天的產品 喂 一晚你要銷售多少樣產 五十個要 五十個一晚 哇 一定要 因為其實這麼多小時 其實每一樣產品 其實是不是都不會維持很久 即是 跟他們介紹過程裡面 大約要幾多久 或者推銷他們幾多久 十至十分鐘 我個人真是怪怪的 是 我是很不定的 我是會看著那個產品 好不好賣而來的時間 即是看著那些 即是觀眾看著的反應 是呀 我要看著而來的 其實有很多方面 不是說你這麼簡單 看 我今天就說 你就賣 不是的 你要看你和中控裡面的對答 即是經常說 哎呀 只剩下一百幾五十件 假的 即是 那些人由五千跌到三千 你還不馬上 拿回一些食物出來 拿回一些其他人上來 就是 看你就應該是 都是吃 看美食直播 美食直播 多一點 加品那些 即是家庭 那些是嗎 一杯 一杯 兩杯那些很好賣的 是啊 暖包很好賣 因為超便宜 因為它又多 即是一杯 可能有很多個 所以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學問 除了要花你的體力 花你的精神 很多東西 難怪 自己看到小寶瘦瘦了 腳眼以下 都看到了骨 腳眼以上就看到很多肉 哈哈 哈哈 接著 你還要吃 哇 你明白嗎 我明白我明白 我記得那些花枝很可憐 那些花枝不斷衝進你的口 四五盒 我告訴你 你有時候都不是很想吃 你都要吃 你明白嗎 那樣東西本來不是很好吃 但是又說得很好吃 不是 那我又不是 你是不是會試過所有的產品 全部都是 還有我那時候 剛剛開始做 沒有人買的 其實我想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我想拿回來 人家不會給你的 心裡你都賣不出 我幹嘛要給你啊 其實大陸一定很有趣 你要做到一個成績 哇 那你真的不用問 那些花枝都不斷推給你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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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是小寶了 寶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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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知道了 哈哈 寶姐 你做很多美食直播 因為本身你這個人 一定是很喜歡吃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 但如果你做那麼多美食直播 吃到人家開始說 你吃的份量很大 吃很多種不同的食物 會不會一邊吃東西 就已經覺得是不開心 反過來 一開始沒有人買你的東西 你要吃到瓶瓶有味 就不買 現在不太好吃 煮出來 養一養一養就不買 哈哈 哈哈 養一養就行了 就是如果 我要 就是我真的放在路口那些 一定要去賣爆才放 哈哈 哈哈 有得選擇 現在有選擇 比以前剛剛起步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 要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腳一 不要經常想著 我們有明星所謂演員的光環 投影 沒有這件事 到最後都是可能 要你的產品夠好 或者你推銷夠有吸引力 才可以做到這個崗位 是啊 還有我剛剛回答你的問題 我所有食品在我沒有產品給我 我都選 是不好吃我真的不買 是 都要這樣 有堅持 要維持自己的 反而是這樣 那些人呢 買回來覺得好吃 他相信你買的東西是好吃 所以反而越做越好 真的有這個原因 不是什麼都說好吃 就是真的真心推介 真心 寧願無貨賣 我寧願不賣 聊天我都不賣不好吃 都是慢慢建立回來 是認真的 但是可能晚上7點開始做直播 有時候都要吃很多東西 那你會不會之前那些時間 你都不吃東西 留回直播的時候 怎麼可能 不吃 真的不吃 真的不吃 有吃不吃最大惡極 7點吃到凌晨2點 但他現在說 不是全部都吃到 瓶瓶有味的樣子 現在 試品一定要試 試的時候已經吃了 你試五十個產品 有四十個吃 你會飽的了 試那四十個 其實我最近做直播 我都有試一下 你沒辦法 都是飽的 每樣一粒你都飽了 我已經介紹了 大約是十八至十樣 我有看 十樣組產品 我都飽了 都飽了 都飽了 雖然是樣子都吃完 但是試一下味道都飽了 不是啊 這麼多種 所以其他時間不會吃 特別放假 我寧願披菇 真心 真心 你只要喝水就算了 真心 講到現在好像做美食直播 所有人都唾戲 其實不是很想參與的行業 辛苦功 其實是辛苦的 拍戲都叫做 我讀熟劇本 等於我正比 我有多努力 我出來的成果就會怎樣 其實有時候都會有少許正比 但是做這件事沒有正比的 哪怕你吃得多好吃 別人不買就不買 但是你的成功感在哪裡呢 少佛 成功感 喘 或者是看的人數有多少 都很影響 可能我個人特別對這些 心理影響很大 因為我做抖音 抖音就是你有多少人會看到的 去到七八千的時候 很開心 你隨便說一說 都很多人買 但是跌到千來二千 但是那個 我想問一下 你就會很影響的了 7點到凌晨2點 喂 進來第一個觀眾 7點鐘進來那個 他未必能熬頭到凌晨2點 我應該這樣說 其實抖音道你會看到 平均逗留在你的抖音的時間長度 你會看到的 正常人其實幾秒就離開了 這麼快 幾秒就離開了 幾秒就離開了 因為一晚裡面 其實譬如說 那個平台的直播 是 因為如果你說在 peak的時間 可能同一晚 譬如是星期五晚 星期六晚 差到暈 那些 同一時間可能是有幾百個人 在做直播 所以我會離開 我離開了 我離開禮拜五六都不做 大主播在做 根本上 大卡士 無為債 無為債 在做的時候 大家都只是去看他 對 有一套自己生存之道 其實很多規矩 很多東西要學 很多東西要讀 真的不是想像中 說我上去吃一吃 真的不是這個 主理自己的情緒很重要 我見你說 受那些數字的影響波動 你會 隨著那些數字 那些情緒會上升 很重要 一定 那會不會有很多 不開心 會覺得情緒起伏很大的時候 人會很累的 其實 其實心情真的 一開始那幾個月 心情不好 經常想著媽媽 然後之後 然後 叫媽媽快點上來 那個平台買東西 我媽媽也會 都說要什麼 我怎麼調節 沒有了 本身減品 我都不選的了 我都給團隊幫我解決 我就是覺得團隊有問題 那些眼睛有問題 所以我自己 走去選產品 對著9000個產品 每天自己在看 左看右看 9000個慢慢篩選 親力親力 9000個都是廠家提供給你的 已經篩選了一堆 是 那些 所謂的 劈價 最底價那些 是這樣的 那些 那些是 需要你自己跟 所謂的 入貨的 供應商 每一個連接 那一天 那一天 我要上連接的話 所有的連接 全部廠家 早上都要再聯絡一次 再劈他一次 全部要再確認一次 記錯的話 那些劣評客 會被罵死 所以 所有東西都要 所有人都要 所有人都要 所有的負責 不是 那些叫中控 是有個女生 那些叫中控 有個女生 教的 但是我自己會再看一次 但是我們永遠都是 拿自己的樣子出來 賣 自己會穿緊很多 所以那些人 如果一投訴 一罵 就一定是罵你的 不會說 哎呀你們那個中控 那麼差的 不會這樣的 你看嘛